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沒收到尋來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無錫這邊 那這一場大家絕對不陌生 因為這一場我們來過無數次 就是老點機台這一場 那我們今天在某一台機台上面發現了 台主竟然寫青台直接送兩支一番賞 所以我有點那種想要青台的衝動有點上來了 那一台到底能不能順利青台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去挑戰一下那一台 就是這一台 這個台主上面竟然放了兩支一番賞 但是它是寫青台送 兩支都是低賞 那我們今天就來小玩一下這一台 因為這一台我們之前也有玩過 感覺還不錯 然後我們在青台之前呢 我們又評估了一下裡面的賞品 就是我們會評估會不會難易度會不會太高 像有的會比較太輕的話難易度就會比較高 但是這一台的唯一的一些癥結點就是 它旁邊你看這個有點貼 這個我甩幅我不知道甩不甩得到 還有角落那一個 如果真的要拚青台的話 這個至少要甩得到 來啊我們先試脫一下這一個 因為如果台主寫青台的話應該基本上 這種都算是商品 應該都是要清掉 就一定要剛好勾到這個點 它才帶得出來 不然就有點尷尬 勾 勾 哇 它是勾到了 但是它旁邊都有球 有點擋到了 我們先出 先出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見得一定要拼到 就一定要百分之百起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看現場的狀況而定 那我們就先出吧 因為剛我們有小事了大概幾次 四次五次去拖這個點 那這個點比較難拖到 先出先出 我們就能盡量出的先出 先把裡面打掉 對啊 反正也不強求一定要清啊 但是就試試看 然後這個 這個是行動電源應該也是中的 來杯名 這個先帶出來 這個帶出來我們再去帶杯名 來卡 這個嘛 杯名 那個應該是捏一下就出 但是 先拖杯名出來 來啊 彈一下 哎呀 不能跌著啊 這個 但是他的爪距開到 因為那個我們剛好夾 他是直接滑掉 應該是能夠 剛好浮出來 但是杯名要來了 中 好 再拖 再擋 再擋 我們把一些重要的都先 先想辦法打出來 這個方盒 這個方盒 捏一下 杯名會倒下來 倒下 貼牆 貼牆應該也可以啦 因為這台甩幅 這台甩幅不算小 這樣 我們先想辦法把能出的拳打掉 哎呦 來了 他應該捏一下會直接脫掉 好 二手 起 二手 起 完全 捏都捏不到 中 起 彈 這一顆 小顆的是啥 哎 拖 哎呦 是他來了 他又來了 哎 現在嘛 杯名最好拖出來 GO 方盒 這個先出來 好 我把杯名弄出來 還是我這樣啊 逆一下 中 逆一下中 起來不停他放過來 杯名就當作先擋位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先拖下面這一個 那個會躺掉 可是他躺掉也沒比較好啊 中 起 放 呃 杯名 杯名 中 起 來了 然後這個 啊 那個也是魔王之一 因為他 他這台是有下限長度的 你自己看我剛剛那個 我剛剛那是完全沒二手哦 他其實有吃到寬 但是沒有浮起來 那個也是魔王 那個也是魔王 那我們就把 前面的聽一聽就好 對 飛鳴 飛鳴先弄過來 然後這邊的 這邊的再弄過來 彈 有出貨 哎呀 哦 太大 來 起 過 哇 太漂亮了吧 還是我再拉一下這個寬 中 哎呦 滑掉 哎呀 哎剛有進去耶 中 起 哦出來了 哇 我整廚都拖出來了耶 那這行動店能不能下來 哎 我們先拚 哎要先拚這個 還是先拚這個 拚這個 拚會出 就可以 那就先這個好了 這個捏個機制吧 它裡面的東西大部分都有重量 哎 來哦 拖 哎 差一點 算了 我膩好了 哎 有了 哇 那內 來包了耶 彈 走的 對啊 拖 哦 我剛才一個腳耶 哇 哇那這一個要捏在那個圓弧了 來 來 後 後旁下放 那現在呢 那個行動店員也比較難吃到 直接這個好了 別飛 因為我是打算那個要嘛直接出要嘛 彈掉 因為杯銘過來杯銘 直接拜拜 杯銘是直接秒殺的 先抓下面的 對啊 那這個呢 杯銘在這一櫥裡面杯銘秒殺 還有這個寬盒也秒殺 哦 這角度 寬盒能不能彈過來 來這個稍微動一下 吃 吃不起來 來 這個 哎 脫 哦 哇 他在45度角很漂亮耶 我先脫這個好了 來 來 飛銘 飛銘 我們把飛銘拖出來直接讓他秒殺 中 起 過 差一點直接卡出來 太重了吧 也是有可能 因為飛銘真的太重了 脫 它直接二話不說就來了 而且我們是吃大便耶 還秒殺 現在喔 脫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 原本一開始的目的是拼青頭 但是它有幾個 魔王的商品在裡面 但是我們現在好像都輕得蠻順的對不對 我再帶這個寬盒 先把這個寬盒也帶過來 來 剛剛我以為卡爪耶 剛剛他甩過去竟然是直接大便 來 彈一下 哦 來了 標準盒 但現在其實這個狀態我們是可以直接攻 我先把這個拖過來好了 看他能不能過來 我們把寬盒再拖過來 標準盒再過去 循序漸進 一個一個來 來全包一下 這個全包給他彈一下 哦 來這個全包 全包全包全包 彈一下 彈一下 他差點衝出來啊 彈 來 這個 哇 來 直接出掉 來 彈一下 彈 ㄟ ㄟ 是這樣蠻不錯的啦 後螃蟹 哇 越來越隱蔽 對啊 這個真的不帶出來不行啦 彈 哇 帶不到耶 這個要帶過來 過來 標準盒 吸 好 來吧 來吧 這一個 一個腳 ㄟ 現在 在標準盒 標準盒再拖一下 ㄟ 彈 哦 完美 剛剛好 只插在 我們這個到底要直接把它逆打去前面 還是這個就單純在右邊幫我們擋位就好 他觸不了 ㄟ 騎士寶應該也是可以啦 哇 ㄟ 我是不是有點有點卡住了 脫 哎呦 哎呦 還好還好 差點噴走了 這個角度好 我脫個 因為我在想要脫方盒 脫方盒起來它會倒掉 還是我直接逆過去吃極致寶 甩來正門 其實在打台的過程中就有很多的方式能夠去 去解啦 只是看自己要怎麼打而已 不然這樣也行啦 好啦這個至少這個寬盒過來了 保護住了 好 彈一下 哦這個是 這個就秒殺了 但是 我做保險一點的好了 中了中了 彈 會瞄 會瞄 你看就是東西只要很順利脫過來 都是直接瞄殺 但是我們就是要待位 要緩和要 好 騎勒 只是我們這樣子逆 進度是不是其實蠻慢的 欸 不會 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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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中午越過了 喔 過了 過來 這個東西你要跟他拼 拼到拖沒有圓弧真的不行 來 全包全包 全包就好 再拉 再拉 中 來 中中中 喔 來了 不斷的拉 不斷的擋 不斷的拉 不斷的擋 包屁股 射一下 哇塞 全包一下 彈 現在我們是不是擋得越來越完美 它有辦法勾嗎 因為我看它的盾是蠻深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勾的 當然它沒有開爪區 是秒勾啦 但是 不妨試試看 哎呀 喔 來了 終於開了 唉唷 別了 唉唷 吸 你剛剛差點要打扣 對啊 剛剛那吃那麼多 還好我們寬盒在後面 因為有時候我們拉檔就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拉那個寬盒 它FU就進去了 就不用玩了 拉檔會比較花錢 但是會打起來比較穩 OK 這個還要調一下爪位 最好是吃到後旁讓它放 哎呀 憋了 因為現在兩者 如果他們兩者互換的話 最完美 就那一隻七龍柱絕對比這隻好打很多 因為前面這個是輕的 但是沒關係 喔對 它應該是吸得動 後旁 剛好後旁到 剛好後旁到 突啊 哎呀 倒倒倒倒 喔 後旁後旁 喔它那個過去的話 那就真的沒了 但是這一個 也是後旁啦 後旁當然也是秒殺 後旁後旁 哎唷 差點吃到 哎呀我剛剛吃到後旁了呢 後旁 中 放 哇 哎唷 我剛剛吃到 吃到寬啊 因為這個應該是我們 最後一盒了吧 嗯 因為 我們應該是沒辦法平到青台 但是這一個 不能吃到寬啊 不然要後旁 哎唷 它那個爪位下去都是寬耶 捏薄的寬 對 捏薄的寬 其實這盒也可以啦 後旁 中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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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把它弄倒 對啊把它弄倒 倒 來了 喔 中 有了 喔 中 有了 喔 OK 漂亮 漂亮的一個收工 其實我也真的很想要拼青台 因為台主上面的那個 青台送兩盒一番賞 其實是蠻吸引人的 嗯 但是只是我們是會考量到 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有試著去勾它 但是也有勾到 它勾起來 它也會再下去 因為它都有球 它這邊有金圓寶 剛好就有一個洞 它勾起來又會下去 所以是無限輪迴 然後加上那一個 那一個是基本上是完全扶不太起來 那這一台我們就這樣子吧 沒辦法清台沒關係啦 我們去尋一下下一台 好 那我們最後呢 來小試一下下一台 那這一台呢 上面有一個電風扇 現在夏天也到了 我們勢必也是要 要一個電風扇吧 放在出去的時候 或是在戶外的時候 應該多少都可以吹一下 只是它是要USB的 如果它不是USB的話 就沒辦法了 它那邊有一個貓頭音耶 太重了吧 會不會卡爪 勾 來來來來來 那我們就 OKOK 因為它的下爪其實是慢的 不然其實它打起來 因為它的天地就只有這麼窄 它打起來 如果不是慢的話會很難入爪 但是剛剛這一下還不錯 來 下來 這一下放掉應該會滾下來啦 不要浮力 中 來 過 這樣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我先來好了 如果再拖後面的話我怕會當掉 起 過 來 過 又不能捏太多 這個有點尷尬 來 放 上來了 哇賽 哇 有了 有了 漂亮 Happy Ending 迪奇瑜讓它留在裡面吧 算了算了 我們就打這個吧 因為這個是用夾式的那種 它是夜燈耶 LED夜燈加電風扇 可能你晚上在吹的時候需要開個小夜燈 然後又有吹電風扇的功能 如果你不想要開冷氣的話 就剛好吹個電風扇又有一個小夜燈 其實也不錯啦 你覺得這會亮嗎 不一定喔 它是強進風 所以可能會亮 好啦 我們今天就夾這樣子吧 好 我們先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 我們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感覺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第一台 那個出貨感非常的滿 但是呢 我們原本計畫是有點想要拼輕台 只是它東西都在角落 要輕的話 最後面那幾個會滿難過的 因為要勾出來啊 或是下限長度到不了的那一盒 我們可能就沒辦法清台 但沒關係 至少我們也滿滿的出貨感 也出了四個正版公仔兩個小方盒 然後最後呢 又有出了一個電風扇 電風扇小夜燈蠻不錯的啦 這個平常也許可以送朋友啊 朋友也許也用得到 那我們就夾這樣子吧 這次我們抽獎要抽什麼呢 哪個打最多啊 鬼滅 鬼滅 對 我們好像是500多的時候 方盒打出來 然後後面公仔又好像幾十塊又打出來 所以方盒打最多 這一個對不對 對 這一個是MH258欸 258好像是 藍牙耳機 這是後面新出的那個盒子吧 就這樣啊 258是藍牙耳機 不然送這個啊 耳機使用 也不錯呢 不然公仔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會收集啦 但是耳機這種東西就是大家都平常都用得到 聽音樂啊 講電話可以嗎 可以啊 也可以 就無論什麼功能 就是大家平常都使用滿頻繁的東西 還不錯 好那這次呢 我們就抽這個藍牙耳機送給大家吧 那這個藍牙耳機的抽獎辦法 要再騙我 大家再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影片我們下見拜拜